碰到的是二知识 他等同所有的资鉴全部被卡死 而且无法挣脱 第二种人最不幸的 很想修行环境 却历尽没有间断 要发个大愿 要来文书讲堂 听经文法了 爸爸中风 他只有一个 没有照顾不行 很想来文书讲堂 修行共修念佛 老公生病 种种的 这个言言就会阻止他 一直阻止他 所以世界上最不幸的 第一个碰到二知识 第二个 很想信心 没有好的环境 没有好的环境 修不来 修不来 所以因此修行人 最惜远利的 此类二知识 二知见 不但是此类 有的人在讲法的时候 用自己的意思 不是用佛的意思讲 诸位 这个也必须远离 依法不依人 必须依佛的正知 正见 诸位 这位法师 讲经说法 不可以加上自己的知见的 真的 讲经说法 是不是一定有功德 那可不一定 你到底 要把人 众生引导 向佛的知见 成佛 还是随着你的情绪 高昂 或者是你的情绪 好物 来说法 卡在你个人的知见 却把它传导给众生 不是以佛的知见 演讲佛法 这个罪很大 它叫做误导众生 所以你究竟要把众生 带向成佛之道 解脱之路 还是把众生 带到二知见 剁火坑 而让众生没有知觉 初学佛法的人 根本就没有能力 去判断 哪一个叫做善知识 哪一个叫做恶知识 诸位 初学佛法的人 真的没有能力 真的没有办法 这不是计较他们 是我经过三十年来 的修学佛法的过程 发现 那个有能力 要自己有能力 去判断 证跟邪的 没有十五年 甚至不止 都很难 师父这么难吗 是很难 有时候修行修一辈子 只看到语言文字 他就卡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修禅的 比丘 他自己修了十几年 来拜访师父 我就问他 从哪来 他说 从北部来 我说 你怎么修啊 他说 都在禅堂 都是禅修 我说 好 禅修 你就问你一个禅的问题 那 臣子不 臣子生命 自信不动 这个臣是什么意思呢 臣就是六臣 我说错 再想想看 他怎么想想 臣就不是 射身向外触发吗 这六臣 臣子生命 我说不对 这个臣子生命 这个臣 包括 根 臣 是 六根 六臣 六四 通通叫做臣 连动念都不行 他修了十几年 都误认为 那个臣子生命 自信不动 那个臣 认为是外臣 射身向外触发 就这么一个简单 他说 哇 恍然大悟 今天 修行了十几年 才碰到 师父 你这样开示 我一直认为 那个臣是六臣 我说 那个臣是指十八戒 通通叫做臣 所以学习辅导 有时候 落入自己的观念 自己不知道 致见错 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二致见 是很可怕的 以能断坏 行人一切 善根 总性 故 你多可怕 我们现在讲的 卫星定位 导航系统 现在用这个比喻是最好 正知正见 就是卫星定位 就是导航系统 各位 飞机没有导航系统 飞机能飞吗 飞机飞到西空中 他们哪里 知道中南西北啊 以前还有指北针指南针 是不是 那是航海用的 指北针指南针 是不是 现在飞机用指南针指南针行吗 全部用卫星定位啊 你指南针指北针 你飞机开去往哪里飞啊 是不是 当然要卫星定位啊 证之间就是卫星定位 你根本就达不到目的啊 所以我再重复强调一遍 你清净善知识 有多么的重要 这一滴一步 都不能错的 大的环境 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那个大资论里面 讲着 粉身碎骨 不离 大善知识 粉身碎骨 不离 大善知识 为什么这样讲 宁可下地意 闻佛名啊 为什么宁可下地意 还要听到佛的名字 佛的名字 就是绝啊 也不厌升天堂啊 不闻佛的名字啊 你看 一个佛道的人 修修佛道的人 对那个求法 对佛陀的崇拜 追求余祝的真理 都是用生命 在付诸行动的 哪那么简单的 所以啊 修佛在 演讲 以前在十大演讲的时候 就告诉师范大学一句话 我说 佛法是值得你用生命投注的 佛法是值得你用生命去投注的 有人投保险 有人投股票 投注股票 是不是啊 有人投注房地产 我们都随喜 只要能赚钱 或者挣发都好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 投注什么 就是投注佛法 把我们的生命 全部的投注佛法 生命就 意义就全部显露出来 我去清华大学 我去清华大学 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很纳闷 下课以后来问师傅 他说师傅 师傅做什么 我听了两个钟头 有一点概念 学会做什么 我说先不要问我 我现在问你 你现在清华大学 我说你什么系啊 他说化工 他讲个机械系 还是什么系 太久了 他说 哎呀 他是什么系的 我说那读完 做什么 清华大学 念完做什么 他说我念硕士 我说那硕士念完呢 硕士念博士 Master念完 念doctor 博士 我说博士再来 主持爸来 这就结婚了 再来呢 再来生小baby 就小baby 再来呢 再来就 我想到 创业 这创业再来呢 赚大钱 赚大钱再来呢 校养父母 校养父母再来呢 就说 儿女就长大了 儿女长大了 这最后做什么 不知道呢 最后就是老 最后就是牵一只猫 一只狗 到公园走一走 哎 然后就 就口叔啊 小黑 然后就跟那只狗玩 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看了一个老人 很胖的女人 在那边看书 我就很喜欢亲近那个胖女人 因为她很胖 在大海 澳大利亚的沿海 沟河那个地方 黄金海岸 在看书 在那边看书 我就走过去 用英文跟她交谈 坐下来 跟她讲简单的极机英文 我就要问她 你要看书做什么 她说懂得 knowledge 知识 我一直问 看在那边 生命没什么意义 老了 再来就等识 因为她没有学佛 不知道什么阿弥陀佛 什么了生死 什么不生灭 通通不知道 对不对 生长在国外 你怎么可能听到佛法 很难啊 不是没有了 很难啊 华文又这么深 所以生长是 华人是很幸运的 当你这样走出去的时候 到处可以看到 生命没有任何意义的 大街小巷都是这样 最后 经文 王文誓言 信之身后舍身去身 也就大众踊跃欢喜 得未曾有 就是信之身后舍身去身 不是逆亡 不但知 而且信此身亡故之后 并不全都灭尽 而一舍掉此身之后 扔到他处受身 所以诸位 你不修行就继续轮回 就这么一回事 痛苦停不下来的 诸位 为什么要写佛 就是四个字 为了离苦得乐 而且是旧尽乐 佛弟子应以法为乐 不应以欲望为乐 所以在阿含经佛徒 一再地这样宣示 一再地告诉这佛弟子 佛子应当以法为乐 不应以五一六成为乐 因为那个五一六成 他一定会败坏 不管你喝了多少酒 抽了多少烟 你交了多少的女朋友 你多少的财富 他一定会败坏的 诸位 那意思就是说 师父叫你这样讲 就不要读书了 不需要拥有现在的知识性 我说你错了 你错了 观念不对的 观念要改变 知识就是力量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你误到 缘起信空 缘起信空 知识 好 假设说 把你们两个 一个误到缘起信空的 是不是 把你放到哪里呢 把你放到 亚马逊河 亚马逊河放下去 你知道因为你是 误到缘起信空 没有错啊 万法必尽空啊 无常啊 这个都没有错 好 熊熊就是突然了 突然把你放到 亚马逊河 好 诸位 你要跟谁写 要跟亚马逊河的原住民 学习如何的生存 你没办法活的 那个亚马逊河 诗气重 知道吗 予灵 原始生灵 不适合人类住的 它的湿度太高 没办法散热 我现在讲一个 也不是笑话 有两个美国人 有两个 我看这个纪录片的 有两个美国人 到一个原始部落 这个原始部落 每一个人都没有穿 都没有穿 那个美国人就说 哎呀 这里 这是野蛮民族 村人家是野蛮 因为 他还没有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后来 这两个科学家 就跟他们原住民 生活在一起 就说 好 我彻底的了解 你们 为什么 要这样脱光光 为什么在这里都不穿 结果这两个美国人 拿摄影机 然后 跟他们跑 一天到晚 他去捕鱼 去上山 跟他们 结果发现 气喘不过来 为什么 他有衣服 没办法散热 没办法散热 这个两个科学家 去了很久 还没有回来 这个美国再派两个科学家去 去了 就发现他们两个 也光光的 他发现 衣服是多余的